銅鑼鄉朝陽村9月初發生一起民宅遭蕭小侵入警戒的案件 本局後報告立即過濾桌邊監視器 發現羅姓、徐姓及陳姓三棉男子涉有重嫌 竊嫌竊取雕刻一品一批 得手後駕駛自小後車離開 今警方比對犯嫌使用的交通分距與車追人 將犯案的三人查契盜案 依家仲竊盜罪嫌移送台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偵辦 擺案破案契機在於被害屋主的鄰居發現遺狀後 發揮淋漓所望相處的精神 及時通知屋主向警方報案 使得警方能在最短時間內掌握相關犯罪機證 進而破破切到案件